有到一年祥春节 太太熟的香味可是不少人的心头最爱 今天教大家做一个家常的祥春鸡丝板面 糖熟了祥春和鸡丝调味后 直接板在面里吃 不加羞耻的香气自从脑门 简直不掰了 祥春炒水后锅凉水 里干切水 鸡肉用盐腌制10分钟 冷水下锅 加葱节 姜块 料酒 炊开后小火煮15分钟 关火后请泡 凉后拉丝 油中加葱根小火煸汁煸水 加葱短 煸醋香味 最后铝醋葱油 香葱鸡丝混合 加盐 糖 酥 白胡椒粉和葱油拌匀 面条蒸5分钟 煮半分钟 加盐 糖 酥 生抽和葱油拌匀 把香葱鸡丝铺在面上 想起死意的香葱鸡丝版面就做好了 鸡甲也叫鸡鸡鸡 是一道简单易做的风味小吃 今天就一起来做一锅 点个弧心 蒸香小厨房 解决你每天不晓得吃啥子的烦恼 鸡鸡一定要选两头完整的哈 切两下为主 中间千万不要切断咯 切好后 放入适量白醋的清水中 防止氧化 现在开始调馅儿 做好的肉末中加一勺盐 胡椒粉 鸡精 十三香 生抽 蚝油 老抽 料酒 葱姜末 然后加入适量花椒水 打一个鸡蛋 搅拌上劲儿 最后加一点芝麻香油 拧混馅料就做好了 将肉馅儿添入莲藕中间 轻轻按压 玉米淀粉和面粉 按一笔一笔的放入碗中 加盐 两个鸡蛋 适量啤酒 搅拌均匀 再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再次拌匀 将欧架放入调好的面糊里 翻滚两下 十七杯面糊均匀包裹 油温流程 下锅杂质 蒸藕甲表面明明不亮 再开始交动 杂质表面金黄 老抽红油 复杂一遍 口感更酥脆哟 喜欢吃辣的小伙伴 不妨加点蒸鲜辣椒面 吃过的都说好哦 花架也算是夜宵中的扛把子 但是在大排档里吃 总感觉沙灭涂干净过 所以今天在家里自己坐一坐 花架有1.5千克表面洗净 浸泡在干净的水里 放少许盐浸汁 让花架尽可能的江沙涂干净 直到要开始炒花架时 在老抽用清水锅冲洗几点 然后浸干水分备用 锅中放入水 以水完全清除花架为准 烧开 将花架入锅焯水老抽 清洗干净 浸水备用 锅中放有40克 葱 蒜 姜片 辣椒结 花椒少许 炒香后 倒入花架料包 炒香 最后放入花架 炒出油 出锅时撒上葱花香菜点缀 意料多用 像那些炒甜糯炒鱿鱿鱼都可以做 夏天快到了 我要穿得美美的 姐 你这衣服遮不住肚子 你不说话 没让你吃家吧 我出去打篮球了 待会儿回来一定要有肉 说句好听的 不能就是白菜萝卜 你比较同样吃姐姐干净 真假的 大海冰箱 还剩鸡熊肉了 那就做个凉拌手饰鸡熊肉吧 既能吃肉又不脏肉 10块钱的鸡熊肉冷水下锅 放鸡片加 了就不用盖杆子 先用大火烧开 然后把脏模打干净 盖上杆子 小火煮10分钟 再准备配菜 洋葱切成洗丝 黄瓜取皮也切成丝 再切几个小米了 鸡熊肉煮好后 关火焖2分钟 捞出来过一下凉菜水 然后熟丝成条 倒入调料 搅拌均匀 撒点酥芝麻 再撒点香菜 一打盘熟丝鸡熊肉就好了 一位你刚刚说的是真的吗 哪一句啊 就是你周之前说的哪一句 你说两个美女同事姐姐嘛 你还是别想了 你应该请教她如何保持生菜点 你还想不想吃肉 姐 我要吃囊鸭土豆 工业吃了 现在又想吃了 哪个人想吃吗 我给你烤了 我给钱嘛 6块钱1万 4块钱2万 你怎么会做生意 你藏了好多厨房钱啊 嘿嘿 这个你就不乖了哈 香药做醋囊鸭土豆脆嫩 必须要在水里泡半个小时 洗二到三次 把点粉洗干净了 猪花锁 让鸭土豆炸得脆 学校门口拍长嘴 在四川 很多人都会炸土豆 但第一步中做错 要想吃起来更脆 炸的时间不超过两分钟 炒味 先加少许盐 汤少许 花椒粉 孜然粉 辣椒面 浇一勺炸土豆的热油 才能充分激发香味 正宗南鸭土豆 少不了 葱花 四二根 香菜 香醋 四八件 这是我们四川人 出谈的迷一招 没学会呢 来我家洗碗 拿着南鸭土豆好了 老板多来两碗嘛 不要土豆吃要财 来 加钱 等到年纪 姐 这个好吃 有学校门口的味道 那你学到点嘛 现在工作不好找 要不我学了 我去学校门口吃牌 牌子不够你吃 最近都饿瘦了 你去皱纹呢 地外你看我皱纹明不明显 姐 你今天必须做个猪蹄来补一下 不然姐夫就难找了 啥子烧猪蹄 有没有效果 黄豆烧猪蹄 没钱 肉多 凉水下猪蹄 放入葱暖姜片 料酒 焯水 切上葱姜蒜 香叶 芭蹄 桂皮 干辣椒 配菜油 泡发好的黄豆 煮熟的鸢蛋 猪蹄老厨用清水洗干净 哇 全是肉肉 起锅烧油 白糖焯糖水 炒至糟红色 没泡泡 下猪蹄 翻炒后下入香药 一勺黄豆浆 放入一罐啤酒 蒸香取泥 再加入清水 蚝油 蒸汁烧水 烧开后转小火 先煮40分钟 14分钟以后放入黄豆 鸢蛋 再烧20分钟 收汁完成就可以了 最后放鸡精眼调味 撒上葱花 就大功告成了 黄豆烧猪蹄 软软脱骨 非而不离 赶紧收藏吧 我吃这个 牛肉还有茶区分 我是小鲜 我们四川人喜欢吃串串 还把牛肉串上牙签 做成一道串为下酒菜 将蒜切消泥备用 牛肉选大腿肉 口感更有嚼劲 逆着很稳切成小方块 加盐 了酒 盐15分钟 然后用牙签煮 以喘起牛肉 锅里烧油 差不多7成人的时候 放入牛肉 打到变色后 控油捞锁 拎起油锅 加入姜蒜的炒熟香气 放入牛肉 加红油小火翻炒 再加盐 花椒油 白芝麻 出锅前撒入花椒面 胡椒粉 芝麻粉 让调料均匀地包裹上牛肉 一刀三刀红凉 麻辣鲜香香的牙签牛肉 做做好了 没学会的 记得评论区给我留言哦 俗话说 芦麻香不香 新手靠配方 小仙今天教你懒人芦味拼盘 学会了开垫都补成问题 香料我打在了屏幕上方 大家可以截图保存 卤料先加酒加水浸泡 准备好的食材焯水 鸡蛋冷水下锅 煮10分钟 煮好后敲碎蛋壳 这样卤的时候更入味 想要卤肉颜色漂亮 必须要炒糖色 小火熬至枣红色后再加水 用老抽和红米的都是外行 容易导致卤肉发黑 锅中加水 下入卤料包 辅料和糖色 熬30分钟 依次下入准备好的食材 三分靠卤 七分靠泡 卤30分钟 泡一个小时 不能用大火 否则吃起来不细腻 大功告成 淋上卤汁 快趁热 快趁热来一个吧 在我们四川 水彩鱼是很多人喜欢吃的经典名餐 却水彩鱼一定要会便宜 切厚厚的薄片 清水抓细一点 加入白青 胡椒粉取形 盐少许 生分了就 切记顺势针排打上镜 水彩鱼一定要用老水彩 这种实在贴油的水彩 摄着金黄 炒椒鱼 炒椒鱼 洗锅少许 温柔下鱼菜 炒盖水起 加入红姜水 炒椒饱香 加入切开水果高汤 其他酸鱼头 切炸鱼头 鱼骨 摆下分丝 出锅后 白豆下鱼片 轻轻一较 八分之几颗 鱼龙回到鱼猴树 随后撒撒酵料 搅上芹花椒油 巴士得饭 蜂蜂蜜小吃摊的土豆片 在家也能轻松做 土豆去皮 切成薄片 烧开水 在锅里煮到变色后捞出 浸入凉水 串成串 辣椒粉 花椒粉 孜然粉 盐 糖 白芝麻 按比例 倒入碗中 锅中倒油 开小火 放入小茴香 桂皮 八角 花椒 搭出香味 滤出香料渣 再把热油倒进混合好的料中 搅拌均匀 最后 把土豆片放入调料中搅拌 搅上葱花点缀即可 这个蘸料 不光蘸土豆 还可以蘸面筋 蘸火腿肠 哇 太爽哦 盐鞭牛肉 采用经典的川菜调味方式 同时又保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 有没有朋友知道 这道菜为什么起名叫盐鞭牛肉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准备好食材后 先将牛腱子肉洗净 往锅里加入适量的水 放入香叶 桂皮 八角 再加入一勺料酒 冷水下锅 将牛腱子肉煮熟透 再将青椒 芹菜 小米椒 切碎成粒 放入碗中备用 像碗中依次加入 糖椒油 生抽 香油 再加入适量盐和糖调味 倒适量凉白开 将调料混合均匀后 加入几滴鲜露提鲜 盐鞭牛肉的调料汁就完成了 依据个人口味 也可以加一些白芝麻增香 熟透的牛腱子肉切片 厚度适中更有利于牛肉入味 牛肉切片后 倒入料碗中搅拌均匀 使牛肉充分吸收料汁后即可装盘 一道美味不失手的炎鞭牛肉就做好了 关注小鲜 带你解锁更多美味 摩帅 放弃我给你做烧焦豆腐 保证你吃的还想吃 大家好 我是真仙小厨房的真小仙 今日分享 91%的人都没有吃过的烧焦豆腐 食尝买回来的青椒烤到两面微焦 然后切碎 可以配点蒜蓉 冷豆腐切成四方丁 锅里下油 加蒜末焯香 然后下烧好的辣椒 加一勺蚝油煸炒一下 再加入青水 烧焦煸炒一下味道比较醇厚 烧开后加入少许的盐 白糖 激进调味 再加入少许的水淀粉 吃辣的 我已经加点小米了 包在烧的后加入少许油 然后铺上洋葱 放入切好的豆腐丁 再浇上烧焦汁 盖上盖 小火焖煮3-5分钟 一开盖 颜色漂亮 花花的豆腐一口花的味道 就舒服又好吃 一碗快来哟 给你煮烧焦豆腐好了 快吃啊 好不容易吃 哎呀 好吃 吃有点烫 好吃 好吃就多吃 关注我每日分享家常美食 大家好 我是真仙小厨王的冯师傅 在我们四川 有句俗话是 火锅是一群人的茅材 茅材是一个人的火锅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家庭般的火锅茅材 准备好自己喜欢吃的食材 土豆 莲藕 切薄薄片 黄厚 鱿鱼须 千层度 盖刀 蒜可以多一点 多成蒜米 干辣椒是要像锅水煮软 再老厨夺碎 这种也被称为瓷巴辣椒 七锅烧碎 加点滴液 蔬菜荤菜切记要分开焯碎 蔬菜短生即可老厨 荤菜炒一辆分钟老厨 再七锅烧油 下入翅膀辣椒 炒干水起 再一次下入皮鲜豆瓣 青红花椒 最后放入一小块火锅底料 喜欢吃辣椒 可以选我们的铁辣口味 加入适量清水 大火烧开 老厨残渣 先把蔬菜下锅 煮出老厨 再下入荤菜煮熟 加蒜米香油漆锅 今天我们做这道火锅茅 哪儿不早 下饭把事得办 关注每日分享家常美食 小鲜 小鲜 我来成都啦 你到哪儿了嘛 我来接你 嗨 小鲜是准备在成都找工作了吗 先找找看 现在工作不好找哦 你最喜欢吃花椒了 中午给你做个蒜蓉花椒 结婚西餐 花椒放盐 油焦拌一下 浸泡20分钟 涂去泥沙 推开下锅煮一分钟 再冷水锅一下 盘地铺上一层金针菇 一只花椒 我怕吃不完 掰上板子 蒜和小米辣多水 加蚝油 一勺生抽 一勺盐 一勺糖 再用油焦香 搅拌均匀 均匀的淋在花椒上 上蒸锅打锅蒸5分钟 蒜蓉辣椒酱不仅可以蒸花椒 还可以蒸虾 鱼 茄子都一样 好吃 最后淋上热油 打上迷人的小葱花 哇 太香了 标签 最爱吃花椒好了 耶 粗意简章哦 男生这一半怕是不得狗哦 你准备找工作还是去 吃什么啊 今天做个烧鸡工 向打卡同款美食的小伙伴看过来哦 土豆去皮切块 蒜头切片 葱姜切丝 干辣椒切断备用 再将剁好的鸡块洗净 鸡块冷水下锅 焯水捞出沥干 再将沥干水的鸡块 过油后 盛出备用 洗锅烧油 根据个人口味 下入适量的鸡腥豆瓣酱 烤出红油 再依次下入花椒粒 干辣椒段 葱姜丝 蒜片 八角炒香 倒入鸡块翻炒 加适量的生抽调味 翻炒均匀后 放入土豆块 加入清水 没锅鸡块土豆 大火烧开 水开后盖上锅盖 转小火煮至鸡肉烂熟 最后盛出装盘 再撒上葱花 美味的重庭消极工就做好了 哇 太香哦 太狗喝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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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天天看黄蕾的节目 有你大叔有啥可看的吗 你不多用它做菜可是一句 做菜西部才辛苦呦 姐姐 那今天安排黄蕾版的红烧肉吧 想吃自己去买肉 那我多买的我可以吃两顿了 上次看了黄蕾版的红烧肉 我一直很惨 今天终于实现它 埋好了五花肉切成块 闷水下锅 放入葱姜料酒 炒水去腥 倒入五花肉煸炒 煮油后加入大蒜和姜片 继续翻炒醋香味 加入冰糖 翻炒上色后加入调料 中间来了 倒入一罐爱喝的啤酒和安葱 炒成蛋 炖煮四十分钟后 大火收汁 这个特别下饭的红烧肉就做好了 我们学会来记得收藏哦 关注小鲜 每日分享加糖美食 姐 这个太好吃了吧 你要不要来一款 这是唯一的事情成功 那我以后又多了点菜去选这楼 先马上火飞到啦 先阿兰 by bwd6